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來繼續玩我們小樓的生活 那上次,我們發現到我們小樓家隔壁的度假會館 竟然被她的兒子玩伴兼暧昧對象只有買下來了 她直接搬到Roxy的隔壁來這裡住 然後我發現到門口,喬將蒂娜怎麼跑過來了,她很恐怖耶 我嚴重懷疑她跟著我們小樓 怎麼感覺到無所愧的跑過小樓我們 她是我們以前爺爺的朋友 對啊,看著我們長大的阿姨啊,有點恐怖啊,不要這樣好嗎 還跟到雪國來,我的天啊 對了對了對了 然後上次,我們發現到一個很勁爆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家話竟然跟Lucas 跑到棉被裡面,做了奇怪事情,而且還兩次 我的天啊,我已經以為Lucas是好姐妹耶 原來是我們搞錯了嗎 可能是我們誤會了耶,天啊 所以他們兩個是什麼時候,互相看對眼的啊 所以Lucas居然跟,交換已經,已經 這樣了,那他們兩個就應該在一起啊 我覺得小樓的個性,看到這些好閨蜜 有喜歡的人,她應該想要幫她一下吧 對吧 所以原來下次交換不開心,是因為看到了Lucas 跟Roxy住一起啊,原來如此 看到自己喜歡的人跟別女生住一起 心裡難免不開心吧 好吧,那我想我們小樓可能要,試著 讓Lucas跟交換把關係確定了 對啊,因為事情是這個樣子了 好,然後只有在這裡,這裡是她的家 她把這度假會館買下來了 然後今天剛好有逛這節慶耶 所以我想說讓他們去參加節慶好了,感覺還不錯 那我們走吧,我們去節慶看一下 我們就一起走囉 最後還在不開心耶 她還在氣小樓嗎 氣小樓不願意幫她找房子 好,那我們到這個花劍川公園 跟節慶在這裡 哇,然後我們到這裡之後 小樓自動換成浴衣耶 然後Lucas換成河服耶 可像暴風雪 好吧,那我們先過來吧 感覺超冷的 暴風雪當中度過節慶 怎麼樣,有開始了嗎 但光有打采嗎 好像還沒有耶 可能因為還不夠晚吧 我們先一起走過來 哇,有鯛魚燒耶 我們過來買鯛魚燒好了 感覺超棒的 然後小樓還在不開心 因為今天家裡熄火了 對啊,幸好爺爺沒有燒掉啊 嚇死我 真的感覺我每次搬到一個新地方就會熄火耶 怎麼了,他們在幹嘛 他們嫌不曉得臭嗎,睡覺嗎 其實有點想說這什麼味道 該不會是Roxy吧 看他一眼 可是我不好意思說出來 太好笑了 好啦,來 我們來點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他們要點什麼 喔,GEO在罵他耶 所以他還在生氣嗎 所以看GEO還是有點少爺脾氣啊 還是在可能跟小樓說 你看 你住的地方是沒有熱水 歪著我們連澡都沒辦法洗了 我就跟你說要讓我們幫你找房子的 你就不願意讓我照顧你 然後小樓過來就更加化 好,來吧 我們來點東西 欸,這位耶 這位不上次我們認識人嗎 這個人叫做伊藤青耶 對不對,伊藤青 好,我們現在點個釣魚燒好了 我們來一個有趣的介紹 然後再來一個沙漲啊 我們小樓各自已經沙漲的 原來他對錢是還滿禁禁計較的嗎 喔,這位他關門了 他不賣我們釣魚燒了嗎 怎麼感覺每次買東西他都關門啊 好,我們到隔壁這裡買好了 等一下,放煙火了 真的耶 放煙火了耶 一瞬間 好啦,最後不要生氣了 我們小樓來詳細的平靜下來 感覺他可能因為從小到大 沒有被多少人拒絕過吧 大家可能都還滿懸崇他提議的 可是小樓這次不讓他幫他找房子 感覺他真的是還滿在意的 滿不開心的 就你看,你怎麼這麼不聽話 你聽我的讓我幫你安排不就好了 小樓說,我那邊很好啊 你不要再擔心了 其實我們小樓不洗澡 不是因為沒有熱水啊 是因為沒有時間啊 來,我們來吃釣魚燒 那個人又回來了 我們來點一下東西 我們看,我們要點什麼 喔對,我們要抑炸耶 先殺假 我感覺只有心情比較好一點了 對吧 經過小樓跟他講了就要心情好多了 沒有剛剛那麼生氣了 然後只有看著小樓 他可能想說,我剛剛其實不應該那麼生氣了 可能還有點後悔啊 哇,他全家小樓耶 他說你今天其實全家好美 不過小樓拒絕他 他可能想說,剛剛不是還對我發脾氣嗎 結果這個談判不給我們瞎炸耶 他說你瘋了嗎 這炸給今天讓我虧損了 好吧,那我們直接買囉 直接點餐 我們來點個 草莓釣魚燒 一個人超好吃的 好來,來點一下 可惜不能像全部人一起點耶 哼 怎麼樣,我們釣魚燒好吃嗎 感覺他還不錯耶 喔,然後巨威點東西了 他點了一份壽司 這是什麼 感覺像鮪魚壽司之類的 對吧 然後Lucas的個性依然是非常的 很外喪啊 不再認識新朋友了 好,他們坐過來這裡一起吃 喔,巨威也過來了 然後Lucas也過來了 怎麼樣好吃嗎 我家話也來囉 感覺家話好像 跟Lucas 在棉被裡聊天就有點不好意思啊 看他有點躲著他的感覺 是不是 對阿,說話他們兩個 等一下我們小蘿要制著戳合他們 好,不過小蘿快尿出來了 來來來 我們先來上個廁所 快點,我們都快上出來了 還小碎步 好趕進去 哇,解放 舒服 然後同一時間 Gio在這裡跟Lucas想話 他可能想說 這個人 跟我的女人住一起是嗎 雖然小蘿根本不是他女人 他可能想說 我看一下 這個人到底有什麼底細 他可能想要調查他一下 喔,果然啊 拿出手機了 他可能開始叫他助理 幫忙查Lucas的身家背景 我小蘿上了廁所囉 Gio過來這裡 抓下他的手耶 怎麼樣還道歉嗎 他說好啦,剛剛是我不好 讓小蘿對他裝可愛 然後就有點想說 天啊 怎麼這麼可愛 受不了 怎麼覺得小蘿有點在對Gio撒嬌的感覺啊 有點這樣的感覺 是不是 雖然說小蘿自己可能沒有察覺到啊 好,讓他們全部人過來這裡一起聚一聚 過來這邊要營火烤火 天氣超冷的 幸好雪停了 隨便有下雪了 欸,等一下啊 這誰耶 這是Gio他爸嗎 對吧 然後Gio還跑過來抓小蘿一起烤火 然後Gio他爸在前面 這不是很尷尬嗎 欸 今天Tony好像他爸耶 所以他爸跑來了 他爸可能想說 我看到了 我們帳戶 怎麼讀了這筆開銷 然後他可能想說 來開銷 我兒子都在幹嘛 為什麼穿著買一棟房子 是這樣嗎 我覺得他爸可能來考察的 還故意變裝 所以Gio沒認出他嗎 可能是 不過Gio還跑過來 我這小蘿的腰耶 雖然小蘿默冒綠言 欸,然後想我臉紅了耶 太害羞了嗎 雖然說他表情有點不自在 他更想說 他剛剛是摟我的腰嗎 啊,不要想太多好了 可能大家都是朋友吧 哇,又放煙火了 超美的 真的超漂亮的耶 真的耶,好美喔 新年快要結束了 我讓他們全部人過來這裡一起寫個 寫個願望好了 只剩Lucas嗎 喔,Gio跑掉了 Gio是抓滿小蘿 就不好意思跑掉了嗎 原來Gio的個性 也是會害羞的人嗎 我還以為他不會害羞耶 因為他超級直接的 各種直求啊 好吧,這樣他跑掉了 讓小蘿跟Lucas來許願好了 一起來許個新年願望 等一下 是不是應該講一下炸話的事情好了 只有人在打架耶 誰 誰還打架 魔法老師 跟誰打架 跟貪犯的人打架嗎 不知道Lucas寫什麼青年願望呢 然後換我們小蘿寫了 我們小蘿寫什麼願望 Lukas還怪偷看耶 我覺得小蘿一定寫說 希望 我能夠完成你的心願啊 完成我跟他的約定 然後等一下 Lucas不要跑 不要跑 我們小蘿事情要跟你說啊 我們要跟他說 關於假話的事情了 我們先問他對假話什麼感覺 好,下個問喔 欸,Lucas不要跑 偶爾號Roxy跟Lucas的新的情緒了 在光之節慶中一起許願 他們互相分享了自己的希望和夢想 同時還一起在光之節慶中許了願 不錯啊,滿溫馨的情緒 小蘿說 欸,我問你 我剛看到你跟假話喔 有兩個喔 是在那個樣子嗎 是嗎 你都要有什麼想法喔 喔,這個社區真的很八卦耶 那我八卦全部跑過來了 太好笑了吧 怎麼樣 Lucas怎麼說 他說我喜歡假話啊 他好酷 好,太好了喔 所以看他並不討厭假話喔 好,那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嘗試 前線好了 幫他跟假話前線 好,來 小蘿說既然你喜歡假話 你們又 其實已經 蓋兒年輩在一起了 你們要正式在一起啊 我看假話好像還蠻喜歡你的 怎麼樣 Lucas會答應嗎 小蘿說Lucas 你一定要跟他告白啊 不要讓假話再等了,好嗎 因為小蘿應該還蠻擔心她姐妹的 幸福嘛 是吧 怎麼樣 Lucas會去說嗎 不知道耶 他說我不知道的假話 你不是很有說服力 等一下 所以Lucas拒絕跟假話告白耶 小蘿甚至說服Lucas想要告白 結果他竟然拒絕耶 所以感覺Lucas這張話 是有喜歡的 可是可能沒有喜歡到 願意給他告白耶 天啊 所以Lucas現在是玩咖嗎 然後小蘿想要幹嘛 小蘿想對Gio表示友善 因為他感覺他快要談戀愛了 真假的 這小蘿的潛意識 越來越對Gio有好感了嗎 然後他想跟Lucas一起搞笑 因為他們是好朋友 小蘿想法今天是還蠻真實的 好我們先回家好了 他們都很累了 好那我們回到家了 我們回到家之後 我想要先來做個事情 因為上次Lucas 不是嫌棄這個家不夠好嗎 所以我怕他搬走啊 所以我們先來稍微的整理一下家裡好了 我看一下 這堆東西可以賣掉嗎 0塊錢賣不掉 我不是拿出來放 然後再來這個鏡子不用了 燒掉了 然後這邊他的櫃子 要幫他買個新的 真實的 我們只有五百塊啊 好這樣子好了 我們跟小蘿 不存在的媽媽 借個五萬塊 好我們來個motherload 來吧五萬塊 哇 冰有錢人了 瞬間有錢了 不要擔心 我等一下等我把Lucas的家具擺好之後 我會把那個錢扣掉的 好我們把他房間稍微擴大一點 因為他寫他房間不夠大 不夠豪華嘛 是吧 這個Lucas有沒有挑啊 好來給他一個地毯 給他一個床頭櫃 這樣子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啊 給你兩個床頭櫃 有沒有高級 有沒有開心 然後在旁邊幫他放個衣� 他可能需要衣� 來一個這樣的衣�嗎 這樣好不好 好然後再來幫他放個書桌 高級豪華套房 用個這個雪國的書桌 然後配一個椅子 給他來一個這樣的椅子好了 高級的豪華的書桌椅 怎麼樣開心嗎 要幫他弄個單獨的衛浴嗎 要嗎 可是好像也沒有空間了 因為我不想讓他搬走啊 好我們看一下 如果要包放衛浴的話 要怎麼放 來個馬桶 再一個淋浴間 這樣子你還不夠滿足嗎 做人不要太囂張 為什麼 我來個淋浴間 這樣子 嗯 好像可以耶 好像可以 迷你衛浴 這樣 然後這邊 弄一個牆壁 然後給他來個門 他就有自己的衛浴了 然後給他放個燈 我感覺他個性會怕黑啊 好這樣怎麼樣 再來個窗戶 高級豪華套房啊 還包含鮪魚耶 我的天啊 太高級了 這邊再來個燈 這樣如何 這樣Lucas你不要再走啦 好那我想衣櫃 我幫用成比較大的衣櫃好了 這樣他可以擺東西 我們用哪個衣櫃 用這個好了 擺在這裡 怎麼樣 開心嗎 滿意嗎 滿意你的新房間嗎 不要再離開了 好我就這樣子 希望不要再走啦 好然後小羅回到家 把這件打掃一下 這裡清潔地板 怎麼感覺變成Lucas的什麼housekeeping啊 好不好整理房間 天啊 雖然說是我們消壞的 怎麼樣 他說小羅的回來啦 對啊 不過我還是滿驚訝的 所以Lucas他竟然不想跟交換告白了 所以他可能認為說那個是一夜行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他可能這樣想了對吧 所以看不出來啊 原來他的個性是玩咖耶 怎麼了小羅 為什麼不清潔地板 是要清不到嗎 可能是 好那我們暫時把爺爺搬過來這裡好了 這樣子 我們才能清理 好來 這樣可以清了嗎 好可以 把這個地板清乾淨 上次全是嚇死我了 好那我們現在吃個東西喔 我們肚子有點餓了 我們吃個剩菜 然後邊吃邊看個電視好了 我們看個 看個什麼節目 來看個浪漫頻道 來看個韓劇 其實小羅他有發現到自己對 G.O.越來越有好感了嗎 我覺得他可能也有發生到了 所以他可能會有點 開始懷疑這些感情啊 會不會 我覺得有可能的 好我們先吃東西 怎麼樣Lucas 小羅看了Lucas 可能有點生氣吧 可能會想說 你對佳花到底什麼意思 蛤 詢問關於黑手耶 可以來問嗎 小羅可以問他耶 小羅說 欸那個 所以你跟佳花那天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 進行的啊 因為小羅還沒有過相關的 體驗嘛對吧 雖然應該是蠻好奇的 雖然說他現在應該還蠻氣Lucas 可是 還是有點好奇心 怎麼樣 Lucas有說嗎 他說 蛤 等哪天你需要知道的時候 我再教你 我什麼跟什麼 完全當成姐妹了 對啊其實我一直以為Lucas是姐妹耶 結果看我們都搞錯了 好 那我們小羅差不多吃飽了吧 吃飽之後我們過來這裡 快速沖個澡 來 先沖個澡 哇 結果Lucas說他要搬出去了 他說這裡的G.O.環境太差了 我想搬出去了 再見 什麼 我們都幫你布置成豪華套房 你還想怎樣 都有自己衛浴耶 我還幫他多買了一個 流禮台耶 怎麼搞的 這個信用的功能這很怪怪的啊 我的天啊 怎麼辦 我們的世界邀請要回來嗎 真是的 天啊 好算了先不管他了 我最後再想要怎麼辦好了 這功能這有點問題啊 感覺這個信用的功能這很不先完善 對了 這個信用功能是大學照片新增的 對啊 好 那麼小羅到這裡 用我的電腦來看一下 Max在線上嗎 你們在線上 因為小羅可能有點意識到自己的感情 有點改變啊 所以他可能有點擔心 所以他可能想要找Max的聊天 來說服自己說 沒錯 我喜歡的是Max啊 我不要想太多 一切都是我的錯覺而已 所以來喔 我們找Max的聊天 他就說欸你還在啊 你還沒睡覺啊 還是你剛剛起床 我跟你說 剛剛Lucas 他竟然說要搬出去 不想當我室友 我也聊得太快了吧 一瞬間而已 可不可以Max來睡覺吧 他沒聊得太快了 我覺得以Max的個性他那麼直男 可能小羅剛剛敲他 他就會說 喔 我等一下要睡覺了 喔好你講完了嗎 好我睡了 是這樣嗎 要不他怎麼聊那麼快啊 天啊 好我們先來睡覺吧 我們也超累了 過來這裡睡覺 欸小羅剛剛差點過來Lucas的房間睡覺 所以說他已經不在了 好吧那我今天先往這裡 我們下次再來看這個室友的問題 到底怎麼樣處理好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我給我很大很大的鼓勵 非常的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藏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